你有錢去喝酒沒錢坐計程車 這怎麼可能 要去那裡 去那裡 去那裡都說不聽話 要去那裡 皮厚一點的馬上紅 然後開始見血 如果皮薄一點直接就打開了 行政院宣布從3月開始 因為酒駕被吊銷駕照的人 需要經過教育訓練才能重考 汽車也要加裝一年的酒精鎖 通過酒測才能開車上路 對於這條酒駕新制度 民眾的看法是什麼呢 當然越演越好 能夠更嚴格 就讓這個酒駕 完全的赫止住 好像這種 這些人好像都得犯嘛 應該不能再給他們重考 穿一個酒精貨士那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是可以 逃漏洞 他這台車鎖 然後他或許還有其他台車可以開 就是一定會有辦法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可以用別的方式 這個方式漏洞 還是有漏洞啊 我覺得要嚴一點 真的要嚴一點 這樣大家才會小心 才不會說 酒駕也是隨便開 然後又撞到人 撞死人 真的撞到無辜的 好可憐 撞到再給他們機會嗎 一次吧 再一次機會 如果一次又這樣 真的 不能再給機會了 我覺得這個不必要吧 我覺得這個是多餘的 就那個什麼酒精鎖啊 他其實並沒有有效的 嚇阻這個酒駕的部分 他那個還是 法太輕了 根本就是有跟沒有都一樣 說實在話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法律 不管是酒駕或其他的那種刑法 我都覺得太輕 都是以法潛為主 我是認為他應該 可以重考 但是他必須要裝設那種 酒精鎖的那種 那酒精鎖才可以開 我是認為這是應該的 他有些人喝酒他是被逼的 如果他是被逼的 然後他又被逼的開車了 我不曉得會不會有這種條件 但是總是會有某一些情形 迫使他走到這條路 然後等到發覺的時候 他覺得來不及了 然後他又碰上這個法 然後這個法又很絕的話 那他的人生就回了 大部分民眾認為 家莊酒精鎖能有許多漏洞 不認同再給予那些酒駕的壘犯機會 那民眾對於酒駕的法規 有哪些建議呢 例如說限制行動這樣子 手機沒收 然後就是關進 像收容所一個禮拜 然後都不能出來 頂多就是跟家人報個平安說 現在被關進去 是針對壘犯還是 不管是不是壘犯 就是有酒駕就要這樣子 然後不管他就是有沒有 死人受傷 假如說死人受傷才這樣子 那如果 就會有僥倖的心態 就直接 掉下到架上 然後可能下次抓就是 可能要抓去關啊之類的 他才會知道說 這個是沒辦法的 就是讓他 就是不要再給他機會 對對對 我覺得關他們 關他們 關很久的時間 這樣子 對 是不管有沒有就是死人受傷 還是只要有酒駕 對對就不行 對我覺得 就是不要無法駕照給他了啊 只要犯了就不在床 對對對 就讓他坐這輛車啊 你有錢喝酒就有錢坐這輛車啊 一次 犯法啦 第二次 齁 你 你就 抓那關 不要告報了啦 去那個 那裡頭那裡 去那裡都說不聽話 阿弟那裡頭 齁 這樣 一次 也許他學乖啦 萬一呢 他就 反略不改 這種人應該 不只是讓他吊銷執照 而且就要在牢裡面 只要一輩子 把錢兼管起來 就是對 兼禁 兩方面就是同時進行 還會有阻喝的效果 嗯 民眾與政府 對於酒駕的態度 都是零容忍 那要如何 才能真正嚇阻酒駕的發聲呢 有些人呼籲 實施酒駕鞭刑 甚至執行死刑 接上民眾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們都無所謂 如果是大家同意呢 我們也當你同意啊 就可以判死刑啦 今天不管是說 有受重傷還是沒有受重傷 然後判死刑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一個 意圖使人受傷的行為 我以前是支持 我現在不支持 邊刑下去就是 皮厚一點的馬上紅 然後開始見血 啊如果皮薄一點 直接就打開了 它是很殘忍的東西啦 邊刑的話 你滿贊同 因為他們都知道說 你幹了這件事以後 你就要受到什麼懲罰 你再也不敢了 這樣也是可以啦 嗯 比較有喝者的效果 這個大概不用啦 我想這個是太沒有那種 人錢那個像 像新加坡式的 那種急錢式的方法 假如能有邊刑那最好 邊刑他讓他一輩子 坐不了車子 電上 就不能開車 最好 要達到邊刑 這種比較酷刑的那種 最起碼就是翻牌兩次以上 我覺得還蠻贊成這個邊刑的 邊個酒家第一次 邊個兩下 他應該就不敢再喝酒了 你有錢去喝酒 沒錢坐計程車 這什麼理論啊 這不覺得奇怪嗎 對邊刑 然後讓他 製造 心有恐懼 就是覺得說 這件事真的不能做 要不然 政府會有 會有重心 我覺得這個不必啦 因為我們人口不多啦 大家宣導同理心的話 應該都會做得很好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 一定可以做到 酒駕的行責 法規越來越多條 但最重要的還是要記得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哦